當然隔板長的重責大任 小朋友被抱在媽媽懷裡 語氣很自豪 幼兒園防疫規定加嚴 除了用餐要隔板 上戶外體育課也都要戴好口罩 高雄市府也公告要教職員每週快篩 高雄市府7號公布 針對幼兒園教職員 今日起到10月10號 每週都要做一次公費快篩 或居家篩檢 費用由市府來買單 有北部旅遊史或是有症狀都要告知 會 其實親師生三方面都安心 那因為既然現在的病毒真的是比較可怕 那我們也願意配合 疫情相對趨緩的高雄 擔心幼兒園群聚往南移 每週定期篩檢降低風險 但雙北看法不同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認為 不如直接PCR篩檢 結果更準確 可是如果它沒有什麼症狀 快篩做出來陽性 後來發現它偽陽性機會很高 所以既然PCR才叫Goal Standard 房金標準 PCR才能夠做最後確認 如果在這個狀態下 那乾脆就直接做PCR 柯文哲認為快篩的偽陽性機率高 乾脆做PCR 但是也沒規劃出一套具體措施 部分學校只好致力救濟 而新北市長何友宜也在8月底公布 教育局提供5萬4千劑快篩試劑 也撥了9500萬元的防疫經費給各校 提供尚未打疫苗的學生和教職員 雙北限於幼兒園群聚擴散風險 到底要不要快篩 還看來是手掌不及及死百姓 TVBS新聞李戰生宋家娟高雄台北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